聖誕快樂,Merry Christmas 大家好,聖誕快樂 你可以過我的聖誕節 就想要在這邊應景的 順便教各位 非常簡單的越南語 中秋節快樂 OK,大家好,我是阿旺 我是這個粉專 還有這個頻道的經營者 嗯,應該是經營者沒錯 小編 今天聖誕節當然是應景的 教一下簡單的越南語 那我們就來學一下越南語的聖誕節 越南語的聖誕節有外來語的 Noen 還有越南語本身的 Le something 你也可以說 你也可以說 Le something 你也可以說 Le something 有什麼差別 基本上 是節日的通稱 原本的 是新年 春節那個過年 但是我們會通稱到 所有的 節日 都可以稱為 Dead 至於 Le is Dead裡面的一個環節 也就是說 如果那個 節日 有 祭拜的 活動 一般是有 祭拜活動 例如 清明節 我們就會說 Le timing 但是這個 Le timing 它 並不代表整個 清明節 而是清明節裡面的 一些活動 例如 清明節的 活動有哪些 Le timing 小木 對 小木 所以 像是 中秋節 Dead中突 就沒有 所謂的 雷中突 因為 中秋節 有人在 拜拜嗎 應該是沒有 我們會閃月 但是 不太會去 祭拜 一個什麼東西 如果有的話 你也可以用 雷中突 但是 當你使用雷的時候 就是有 什麼活動 這樣子 如果你怕錯的話 整體的就是 Dead 就可以了 妙的是 聖誕節這個節日 是哪個性質都兼具 所以不管你使用時 都正確 Dead No End 是 法武 No End 那越南語的 上星 就是 它的漢字就是這樣 越南語呢 不管是什麼快樂 後面就一定會加 VV 好 反正大概就是 這樣子而已 我今天只是想要 應景的拍個影片 順便跟大家說 我的 本詩專業 在明年的 1月1號 我想要 改名 為什麼要改名呢 因為現在的名字 連我自己都念不出來 對 反正就 一長串的英文字 原本是 一個東南亞的 一個東南亞之子 但是我覺得 就是 當初我會這樣子設定 是因為 我想要分享的東西 不只是越南而已 我還會想要分享 典篇大的啊 其他東南亞之子 那後來我發現 其實你 你往下方 你整個 都是在講典篇的東西 但是我當時真的是翻譯 所以我想要 改 一個 比較有指向性的名字 所以我想要改成 越南阿旺 為什麼要改這麼聳的名字呢 其實這個名字 我 從以前玩 很多的線上遊戲上面取的ID 我就會選這個 我覺得念起來很幸福 而且 指向性很明顯 很明確喔 你一看到這個粉專的名字 你就知道 這個粉專在幹嘛 那 未來呢 我可能 都會固定的 推出一些 非常easy的 教學 都不會太艱深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從我的觀點去 可以讓你更輕鬆的去了解一些 越南的 東西 甚至如果說 可以的話 我會希望 做個成功 為什麼還要特別在這邊說呢 因為我的粉專業 巧巧的來到了 三百多個贊 三百多個贊 有什麼好說 嘴的 人家都是幾十萬個贊的那種 主要是因為我粉專已經創了 好多年 我已經不記得什麼時候創了 那這期間 其實 戰術一直都沒有破百 都是 九十多個贊 但是 後來 很不容易都過了一百 然後 就一直都補在那邊 當然也是 我最後沒有什麼真經營 那近期的 真 一口氣就增加了 兩百多個贊 都是在今年 自然產生的 全部都是我媽 自然產生 OMG 那我覺得 很 激訝 也非常謝謝各位的支持 雖然說 人數少少 但是 有人支持就不錯了 好不好 因為每次粉專業一公明 他就會有通知 所以 人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隨便我怎麼趕 只是 他也過幾十折通 那現在 只要我一公明就是 幾百多個贊 就這樣提進去 所以 所以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 拜拜